你知道十号最大的一战是什么吗 正所谓靠山山倒靠树树摇 靠人人跑 但是靠自己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十号最大的一战不是别人 这是他自己 十号有一颗坚强的心 在所有人都觊觎至尊骨时 他能够借助诅咒 斩断自己的至尊骨 可以说十号这一生死过很多次 但是却没有一次能够达到他 要知道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少之又少 且十号他不是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每次突破急进时 都把自己往死路上逼 无论是舍弃至尊骨 还是为了修炼第二道仙气 经历十次死亡 怪不得恒人大地会说 十号的一生是最苦的 且十号为了打基础 敢和比他高一个境界的人 进行生死对决 即使是身重则先重 他也能够开创出人体迷惊 让自身倒机长无可长 做到每死一次就是一次蜕变 不过十号的一战 不只是一颗恒人的心 最大的一战还是他的绝学宝树 他的最强绝学 踏花自在和以身为重 要知道以身为重 无论是天地法则如何变化 还是宇宙消亡 对十号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些就是他最大的一战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认为 什么是十号最大的一战呢 在评论区搜索你的答案吧